彈起鋼琴 從容大方 國小六年級的男孩 在學業和音樂上表現亮眼 但付出時間也非常可觀 梅雨補習班PO出一對兄妹的 學習時間表 每天早上5點50分起床 寫公文教材 7點半到下午4點到學校上課 放學之後除了完成作業 上梅雨補習班在車上吃晚餐 到公文教室報到 練琴後再讀英文 一分一秒毫不浪費 最後睡覺時間已經是晚上11點 等於每天的睡眠時間 只有6點5小時 而且從週一到週日沒有間斷 甚至家長先前的發文透露 讓孩子重寫200張考卷 引發網友熱議 所以我當時PO出來 是給大家看看 要這樣子 你要到達這樣子的level 是這樣子的行程 當然我個人是做不到 但是他做到 我個人給他大拇指 但是我這邊也沒有吹捧 說所有孩子應該這樣子 但這風波也波及 兄妹倆的另一家 封文補習班 粉絲專頁一度關閉 甚至傳出有網友打電話 到兄妹的國小 要求學校通報家暴 不過校方表示 並未有投訴電話 也去了解學生狀況 一切正常 家長團體普遍是比較不建議這樣做 但確實還是有很多家長現在還是很希望孩子能贏在起跑點 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的睡眠的話 一般的建議大概要八個小時以上 但當時家長也表示 其實這樣的學習也是經過不少調適 兄妹倆適合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甚至到現在都還在調整 衛福部保護司也表示 是否構成兒虐事件 需要回到整體的案件評估 北市教育局則說 尊重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TVBS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